我們上次有一個大堂靈土 有六個的 我們在這裡吃了一個 你拿了一個回去吃 水王拿了 誰放在這裡 浪費 待會我們收回去 拿那個 放在這裡浪費 接著我還有一個 我還有一個 就拿了 然後給一個我們老朋友叫肥佬 是大陸下來的 他說真的 哇 沒那麼多 其實我們訂了很多 我跟大家說 粥用真的賣七百多元 而且甜度是很高的 大家知道我是日本同學的 他們都說 我們不會吃這些的 他們是日本人 為什麼呢 這些是級數很高 用來送禮的 你知道日本人其實 跟我們中國人很相似 送禮 好 繼續課金 十元不會嫌你少 一千元也不會嫌你多 繼續課金 OK 好了 所以大家可以訂大堂靈土 好了 因為今天星期一 我始終要公開一下我的產品 要不然我們的銷路實在太差了 我們出相說 然後我們才吃東西 來上 第一張 好了 大家這個是什麼 這個其實不用特別星期六才來買 因為我有貨 就是這個 哇 一事難忘 完全特別 你堂大哥 他也不知道買了四、五盒 你已經買了很多 為什麼呢 這一隻 其實就是在海上 一撈上來的 在俄羅斯 就馬上 -60度 馬上急凍 基本上你解凍得宜的話 其實解凍得宜的意思是拿出來攤 你就是吃到海水的味道 真正的貓蛋下 真的沒得到 一公斤430元 兩公斤799元 一公斤大概有多少 十六、七、十七、八 開派對用 最重要是雪櫃有位 這個 訂貨 或者 隨時上來買都可以 大眼神怕我們不夠貨 去款待你們 訂貨 WhatsApp 過來 將銀行收條 那就安全一點 第二件事 讀一件產品說 宮崎牛不用說了 真正 真正高級到頂級的宮崎A5黑毛和牛 市面上是沒有人不賣 我跟大家說 598元 貴不貴 見仁見智 因為人生物一輩子 真的要嘗試這個宮崎牛 我覺得 好 再去 A5 A5 這個是399元兩條的北海道橡拔棚 上次介紹過的 這些是先貨 我不會 今天很理想趕時間 不說這麼多 現在在街市買了一條橡拔棚 六、七夠水 完全不好吃 即是溫哥說 從哪裡都好 這隻棚真的沒得到 有機先扯田 一點都不腥 它不是很大 所以我們兩條都是399 其實你買四條 就比你買一條七、八、八的那些 但是好吃很多 只是星期六販貨 所以你們快點訂一下 這隻好吃 好吃 海膽不說了 我實在賣得太便宜了 外面最便宜的東西都賣八、九個水 而我只賣五、八、九、十八 難怪每個人都賣幾十版 因為那些人不知訂 我實在賣得太便宜了 喂 這個是一等一的直版海膽 你們出街試看看 出街市看看 很多時候是亂擺的 亂擺的其實已經是次一級了 香港過了七、八個水 又是星期六貨 所以要訂 再去 獅子狗卷不用特別說 捉龍卷 這隻捉龍卷簡直捉你 不一定 老實說 只是拿著捉龍卷 用來玩 又可以玩 用來做電話筒 在口中說一個對著的耳朵 有時間玩 可以怎樣玩 好多玩 怎樣玩都等 再去 問問Joey姐 我不想出這一張 不過出著就算了 這一個就是我們的八爪魚 我們是石爪 上個星期因為我們離漏了八爪魚 沒有上飛機 客人很失望 因為小孩子過了吃完 他跟我們樓下的美女Coco 過個星期訂兩隻三隻 我不懂得說 就不是你一般的八爪魚 沒吃完就明白了 好 回來 大家記住 如果要訂以上的產品 八四八一一零七九 要課金 現在可以立即按下 Dollar Size 就可以跟著 我寫寫課金 那為何你這麼趕 讓你趕了去死了嗎 我告訴你 因為今天真的很多節目的事情要說 OK 其他新聞我還未說 各位網友 總言之 記住 訂大唐嶺土 我覆一覆價錢 每一盒六個 五百九十八元 然後剛才我們說的六樣東西 譬如你說 海膽 五百九十八 牛肉 好像五百九十八 我都忘記了 是 那我的八爪魚 三百八十八 嗯 竹龍卷 一百九十八 嗯 不記得還有什麼買 還有 還有 將蚌 將蚌三百九十八元兩條 OK 那當然 這個例子 今天我的醋就已經入了倉了 這個例子 今天我的醋就已經入了倉了 OK 那入了倉之後 我就看看他 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給了貨 我通知大家的時候 大家合作點 大家上來快點 拿貨了 好了滾 我先講講這些最新消息 關於我的醋 OK 由於 馬拉去香港的船期延期了 本來28日今天到香港 現在就變成7月1日 可能遲了兩天 OK 預計 如果1月7日才到貨 7日才到貨 假期 可能要7月6、7日才可以送給我 到他更新消息的時候 就會通知大家 通知我 我會通知大家 其實都是我預計的 只差兩天 就是6、7日 好了 我兒子給了最新的 今晚的賽事貼士 跟我的心意一樣 稍後再同 老闆 我 那 媽